那子萍刚才说了 这个在中国已经两年的时间 是 你能跟我分享一下 家乡的那些美食吗 我觉得泰国的街头的小吃 就是会比较味道正宗一点 二舅呢 我去泰国是什么时候 很永久了 但是我觉得东荫公汤 跟螺蛳粉有同样的属性 就是一开始可能因为这个味道不喜欢 但是吃完了之后你就会爱上它 你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美琪 美琪有尝试过东荫公汤吗 还是你这闻了味都不敢喝 我喝过 我就是因为每每喝到 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接受香料的味道 对 美琪可能上一辈子是蚊子 因为只有蚊子才怕香毛 或者是水质 水质 都是长得好丑的东西 你哪怕说我是一只蝴蝶 我都能开心一点 不像 美琪是一直都被这样欺负的吗 对对对 是的 一直被大舅和二舅 你看他们是夹攻它 你知道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后处准备的状况 这个刀切馒头呢 我会把它做成像发棍面包的这样一个感觉 直接烤的话 那它这个馒头就失败了 最好是先把它先蒸一下 家俊我两面都给它刷了 你两面都给它烤 让我给这道菜打分 我打98分 你只听说是喜欢吃馒头吗 我上面用了炼乳和椰浆的一个混合 还有最有特点是饮料 做了一个是分子料理的一个泡沫技术 还有这个特殊的香料 这个其实是一个泰国的名菜 虾糕吐司 我们就是把吐司换成了馒头 馒头的话我其实觉得比吐司更香脆 所以翻了 好好的 快点 动作快点 走了 够了够够够 除载 出载 也好 上心有请 帅大厨大厨份经常 中口了 哦 套菜叫椰华绿炎饼虾 这个汤它就很柔和 然后酸味是用到了那个柠檬 然后上面有一粒粒的是纸橙 它其实叫手指柠檬 为什么放这个呢 它是让这个汤它是有酸度 那是柠檬的酸 但是那是大柠檬的酸 然后你知道那个一粒粒的 它那个酸是又给你 再来点刺激 那么里面这个盐天虾 也是非常好 它是在中国的北纬37度 山东宾州 它是在沿海里面长的 虾好吃 沿海的那个盐度 是5.5%到6.5% 那么它的肉的弹性就非常 所以